你本來以為說中東真的戰爭一速即發 我們之前講了 在這個中東裡面 俄羅斯想打 美國想打 以色列想打 只有一個國家不想打 就是伊朗 伊朗說沒有喔 我們現在要冷靜 我們現在不再要冷靜 還告訴美國說 你叫以色列不要蠢動 伊朗發動戰爭的 伊朗嚇死了 對 因為現在原本呢 俄羅斯把最後的希望放在哪裡 放在伊朗這邊可以發動戰爭 發動戰爭之後 照中東呢可以緩解 我在烏克戰堂的壓力 結果說他遇到什麼事情 有喔 今天伊朗有動作喔 大家本來很緊張喔 所以我跟你講我領空盡空 但是要打了嗎 要打了嗎 早上九點鐘發佈這個消息 結果說後來發現 不是啦 他跟你講我只是演習而已 而且保利哥我跟你講 伊朗演習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他在打電話給誰 打電話給埃及 打電話給英國外長說 我跟你講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們演習而已 演習演習 不要誤會 不要緊張 還怕別人誤會 對對對 然後還有公布演習畫面喔 我本來想說什麼震撼登場 結果保利哥就是這樣 一團不知道什麼東西 咻咻咻 然後關關乎乎的 然後想說你要公布畫面 不是 我覺得他很好笑 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連斜角都不敢有斜角 他直接往上 他直接往上就代表 我在我的區域內 我沒有要攻擊別人 對 我真的練習而已 你不要誤會啦 我沒有要打你喔 這個是標標準的演習不講 我還以為 你發射什麼人造衛星啊 還有火箭啊 他升空了是不是 而且這個 攝影機也太爛了吧 下次換好一點了好不好 根本看不出來你打的是什麼 但重點是什麼 我們依然才不在乎 因為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打到什麼 他的目的就是我要騙裝備 騙武器嘛 反正你就前一陣子 不是阿羅斯 這個1276 把什麼東西來 薩姆400 他們最需要的嘛 所以薩姆400 寶傑跟我訪問一下 他是什麼樣的設備 防空設備 他是怕被人家打嗎 不是跟你講說 什麼武器 結果哎呀我會有這個 不會被人家打就好 所以你要講的 薩姆古跑到了伊朗 說我要全力支持你 我要給你雷達 我要給你防空武器 而且我連伊斯坎達爾 這個進攻的武器 我都給你了 結果伊朗拿到武器之後 我就說我不打了 謝謝師主 我笑納了 不打不打 你看喔 現在反而是誰最激動 明明插紅袋 說我要你血在血滑 這是伊朗 結果反而是 這個以色列的高級軍官 在嗆叫說 好啊來 郵總來打啊 我跟你講 我絕對會讓你付出不等比例的代價 什麼意思 你打我一個 我絕對打你十個嘛 所以你看很奇怪 反而是以色列越來越說 趕快趕快來打我 我一定要跟你報仇 對不對 那就伊朗呢 到現在為止各位 他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我們這一講 在這個所謂的 台北語言句話 強的怕狠的 狠的怕沒天良的 現在以色列打成這個樣子 把周邊國家真的都嚇死了 不是這太怪了 把那個嗆叫是誰 伊朗 結果在打嚇的人是誰 是以色列 以色列一直在打 以色列說 我跟你講我公佈畫面 飛機就這樣飛過去 然後投擲一個炸彈之後 砰 知道它炸到什麼嗎 你說這個都是以色列的攻擊 對 不要誤會 這是以色列 這不是伊朗 是以色列打真主黨的畫面 一大堆 然後這個是什麼 武器庫也我也把你炸掉了 你的發射平台的 黎巴嫩我也把你炸掉了 我把你真主黨 炸了焦頭爛耳 甚至你知道嗎 他們的參謀長講話多兇 他說什麼 他說你辛瓦是不是 了不起是不是 哈馬斯又在跟他說 他說沒關係 等到你沒多久之後 我就會讓你很快速的被替代掉 就是我要把你做掉了 讓你再換一個人上場 而且以色列國防 參謀總長居然怎麼講 我們現在以色列是處於 最佳的準備狀態 對 為什麼他這樣講 因為他說沒關係 你辛瓦都躲地道 我知道你都不出來 你都人肉傍身 沒關係你躲地道 我千刀萬你追 我這樣要把你炸掉 而且甚至什麼 他直接秀實力給你看 他說來 我給你看 有一台移動的車輛 你很會跑 地道你很會跑 對不對 我們遠距離直接用 精準投地的方式 管理人再怎麼跑 你看就只有一個點 旁邊的建築物 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意思是什麼 你就不要給我炭豬頭來 你只要給我到地面上 我們的衛星隨時能找到你 隨時會把你狙殺 所以你看這時候怪了 好 伊朗應該要做什麼動作 嚴正的抗議 跟他我們嗆聲 對不對 你的復仇的紅旗都升起來了 對 結果伊朗總統說 可不可以不要打 我們這樣經濟會崩潰 真的假的 拜託啦 哈米尼 他跟哈米尼就是他們的精神 你就會講說 可以不要打嗎 好不好 我們考慮一下 先不要打 先不要衝動 所以伊朗總統裴哲斯基安 居然跟哈米尼他們的最高政教領袖 居然講 你不要去攻擊以色列 因為如果你攻擊以色列 以色列決定對伊朗的國家基礎 進行報復的話 他會削弱伊朗的經濟 他會這樣子吧 會讓伊朗崩潰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讓誰崩潰 他說會對我的總統任期 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他說我的整支社員就會完蛋了 拜託你不要打 因為現在有一個陰謀論出來 是說什麼 說太奇怪了 因為剛好我們講的之前 那個哈尼亞被炸到的時候 剛好是在伊朗總統剛上任的時候 他們說恐怕有內鬼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內部人放他 怎麼可能有辦法 就這樣把他炸掉 而且甚至現在開始 在傳出另外一種說法 說這個保留哥 應該是土式炸彈 好像沒有人去用火箭彈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也很常在做 我們也整天就炸別人 所以不要打了 真的假的 就開始找他一些下 就開始找他一些下 所以你就是知道 現在產自查在這邊吧 但我跟你講 不是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包括他甚至還跟這個 我們講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要去回應 什麼是正確的時間 什麼是適當的方式 保留哥你知道最好笑的時候嗎 總會是外交部長 總會講 你知道他們都談判了嗎 你應該要找一找 國防部長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更好笑的 而且不是伊朗喔 連真主黨都怕到了 對 真主黨應該是最兇的那個 我們指揮官都被做掉了 因為你剛剛看到畫面 以色列現在還針對真主黨的據點 進行轟炸 還在炸 正在炸 對不對 因為我應該很憤慨的跟你反擊吧 他說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動手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讓以色列人等待 這也是我們的懲罰 我跟你講 那你乾脆懲罰一輩子好了 所以以色列等待 是懲罰的一部分 對 他意思說 那你要不要乾脆就是 我們到四季末的時候 2011年 2100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都不打 他們就會害怕一百年喔 很了不起 甚至你看 胡塞組織都說什麼 我們現在還在制定計畫 所以很顯然 以色列的瘋狂跟以色列的兇殘 讓這些原本應該是恐怖組織的人 全部呢 大家都威之勝憾 不是 伊朗總統講了個大實話說 現在以色列不能打我們 以色列如果打我們 會對我們造成毀滅一些傷害 你說現在伊朗 我才知道說 原來伊朗現在經濟狀況真的 非常非常糟 他遭到 根本不可能 依附一場戰爭 是 保證哥 槍聲一響 黃金萬兩 伊朗人都非常愛國 但是人是英雄 前世代 對 沒錢都沒打 沒有辦法打這場仗 今天這個伊朗的經濟 這是伊朗 對 伊朗經濟真的很慘 你知道有多慘嗎 2016年 一美元是換大概 4.3萬的 尼雷亞爾 就是當地的錢幣 到了現在進來 一美元換43萬 所以換句話說 他貶值了 大概有十倍的情況 再來每年的一個通膨 都是超過五成 所以伊朗人 現在這個 他們經濟是慘到 真的是連三餐都不進 有這麼嚴重 而且我們都想說 拜託這些人說什麼 伊朗不是產石油嗎 它的運營產量 尤其是天然氣運營產量 全世界第二大 可是你現在看到這畫面是什麼 就是 他們是坐在油田上的窮人 甚至有人說是乞丐 因為你要挖石油 你要弄天然氣 你要投資相關的一些設備下去 對 而這相關的設備 是需要電力 現在伊朗缺電 那你說伊朗為什麼缺電 伊朗 伊朗採石油還會缺電 缺電 缺電 為什麼缺電 因為他們也缺水 因為很多的電力是需要 就是說你要發電 你需要它的水去冷卻 它相關的設備 現在簡單來講 伊朗過去這幾十年來 都把這個錢拿去打仗 所以拿去打仗的情況之下 他們自己的一些油田投資 幾乎都很少來投資 所以原本的油田 枯緊 就是已經乾枯 新的油田需要錢來投資 就沒錢 而且美國還自裁 自裁你的油還不能賣掉 對 所以你知道他們現在非常誇張 他們說現在伊朗人 三分之一的人 至少是活在貧窮線以下 然後窮到什麼地步 窮到我有雞 我有雞肉 可是沒有人賣 沒有人賣 因為沒錢買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 要外銷五千公噸的雞肉出去 還有他們每一餐的烤肉價錢 竟然就是已經漲了一倍多 沒有人吃得起 然後你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停電的畫面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說 現在停電到多誇張的地步 每個禮拜三 政府部門有14個省 政府部門只工作 早上6點到10點 為什麼 因為下午就開始停電 就完全沒有 而且他竟然就是說 他們現在的電力 你看 講講這電沒了 這是伊朗的領導人 他的辦公室裡面 本來在宣布一些事情 就突然停電 連伊朗 有點像是我們的總統府 宣報開氣 怎麼會開到一半停電一樣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怎麼伊朗這個狀況 會這麼嚴重 他們的主要工業區 一個禮拜七天 竟然停電停兩天 那你這樣怎麼生產 然後他說他們的工業 其他的相關的 電力 這樣60% 全部都錢省下來 為什麼 因為要給家庭用電 不然的話 家庭可能連電 都沒有辦法用 對我們講的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本來一直 是這個俄羅斯的附庸 之前跟亞塞拜仁打仗的時候 靠的還是俄羅斯的一個支持 結果他這樣講 不行 大家現在看到你 二式武器 跟美國武器 北約武器 相比你根本無法比 現在這些人 都要阿波阿朗幹了 當然阿波阿朗跳船了 老大都扛不住了 我們小弟還擋在前面幹嘛 首先我們講 伊朗新年是不是講說 我們插出憤怒的歧視 各位你不要誤會 伊朗在後面 他的老大哥 事實上就是俄羅斯 包括他的軍員 我們先前是不是講到嗎 他才接受了薩姆400而已 但後來他現在仔細想想 發生一些事情 請問一下 如果俄羅斯 連烏克蘭都打不過 他們有那個能耐 跟以色列對轟嗎 不能 那所以他們現在 全部都浪盪了 所以你說俄武戰爭 讓人對二式武器看穿了 對 所以他們現在忙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備戰 是忙著蓋台階 要準備下台 你看喔 伊朗的總統我們講這個 培特斯基安 他說什麼 說我們不能打 打了之後我們這個嚴重的經濟 會非常毀滅性的被摧毀 會發生嚴厲的暴復行動 所以我們伊朗會崩潰 不是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是跟誰講 他是跟伊朗的最高領袖 哈密尼講 那哈密尼以前講過什麼話 他說 你現在以色列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殺了我們最尊貴的客人 你就是為你的所謂的滅亡 鋪上了地毯 就話講那麼重的時候 他的伊朗總統 這� backwards 你不瞎 vision 你不要亂打 你打了整個伊朗會有滅國之災 結果最近大家注意到 最高領袖哈密尼 不講話了 以讀不回 五回五回 嗯 先不要談 先不要談這個問題 而且更扯的是什麼 伊朗還有好兄弟啊 各位你們不要忘了 他8号的時候他還召開伊斯蘭合作組織 裡面都有人好兄弟 照理來講 你兄弟被欺負 其他的兄弟要幹嘛 等一下嘛 來來來 問題你一點 不是不是 巴基蘭說什麼 靠倒 靠倒 摸 冷靜一點 大家都有 然後甚至說走外交道路不好嗎 用談的啦 說話對 他們現在還想出來 另外一个台阶你知道什么吗 我们这个冤有头战有主 不是打以色列 我们要找到的 到底是哪一个以色列的特工 去击杀了我们讲的哈尼亚 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他 把这个特工给处理掉就好了 保护哥我甚至怀疑什么 特工岂会像他们现在找得到吗 那找不到怎么办 会不会全部找一个随便 所以你说周边的国家 反正跟他讲的 伊朗是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 实业派的一个老大 在很多这些国家里面 他是有份量的 就没有想到 第一个大家都不停了 连巴基斯坦都说 我要走外交路径 连约旦的外交部长居然讲 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 如果伊朗的飞弹无人机 进到约旦的领空 我要把你们给打下来 对对对 说好当兄弟 你怎么帮我当弟兄 全部没有一个人 要站在我们讲的伊朗的旁边 所以你现在最惨是什么 最惨是理论上来讲 他的小老弟 现前是不是很凶 说没关系 曾主党 曾主党说我们来打 结果曾主党说 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 曾主党都说了 你知道为什么曾主党要再考虑吗 因为我跟你讲 最怕的不是说 下面的人流血流汗 他们这些上面的 曾主党的领袖 或者我们讲哈马斯的领袖 才不在乎 但以色列做一件事情 让他们吓到 你知道什么吗 哈马斯 你看哦 整个沿路过来 以及曾主党沿路过来 你知道被杀最严重的是什么吗 都是领袖 这以色列做最绝的地方嘛 因为今天这些领导人 他才不怕说 我下面的人死多少人 但如果我的生命会有疑虑 我的性命会有担忧 因为你看看哈尼亚 是不是就这样倒了 曾主党领袖是不是这样倒了 以色列讲了哪句话 没关系你再换啊 你再换我就让你再换一个 现在因为以色列已经讲了很清楚 第一 你如果敢打我的话 我会让你加倍奉还 施倍奉还 血再血还 不等比例的 摧毁你的包含 尼巴嫩 摧毁你的曾主党 再第二 你领袖换一个 你敢跟我打 是不是像他们最近讲的 你哈尼亚 死了之后 你又再换一个 没关系 我就在那里杀一个 所以各位你知道搞笑在哪里吗 我来讲哈马斯 因为现在还在跟以色列打嘛 哈马斯我们讲 他的这个导弹的数量的群 只有大概六千枚 那明明曾主党 哎 他火药库强大 有十二万到二十万枚 我们讲的导弹 他应该很勇敢的 跟以色列对抗啊 都为什么不敢 因为不敢的原因很简单啊 我如果打下去了 到时候战争还没打完 我人头先落地 我也不是傻子 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这两天 因为参加伊朗总统的救治典礼 他这两天就住在德克兰 但没有想到被一枚飞弹 直接的起重 起重的 他就是住在这个建筑里面 非常可怕的是 非常精准的打击 他就在住室里面 直接破窗而入 现在可怕的是 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器械 是用什么样的机具 什么样的飞弹 什么样的进空 现在惊人莫中一事 你到底是用F-35 你还是用无人机 你到底是远程飞弹 还是用所谓的地狱火飞弹 竟然到现在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而且可怕的是 哈尼亚不是 他是住在一个普通地方 他是住在哪里 他根本就住在 德克兰的京城要地 住在哪里呢 咱们看 他就住在这个位置 而这旁边 就是整个德克兰的 行政中心 也是德克兰 总统府的所在 你等于是住在 台湾的博爱特区 这个地方 照理讲 应该是戒备 最森严的地方 戒备最森严的地方 你也住在了一个 最神秘的房子里面 竟然在凌晨2点的时候 你被进空了 被一枚飞弹击中 急证之后 你命上皇权 可怕的是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接近的 你怎么样被锁定的 你怎么样被攻击的 到现在 竟然还是一个谜团 当然伊朗非常的生气 伊朗的领导人就讲 你现在 居然在我家 杀死了我们最亲爱的客人 你要为你招致的惩罚 铺平道路 可是大家想 伊朗如果你连人家 一个飞弹 你都挡不了了 人家在你的门口杀人 你都不知不觉 而且你现在所有的武器 已经证明 完全不是以色列的对手 在这个世界上 你才知道 国际政治的无形 当你的这个权力大小 完全不得比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对周边国家 根本是为所欲为 我们首先谈就是 哈马斯特领导哈尼 住跑这两天 就在德黑兰 又要参加伊朗总统的救治典礼 可是恐怖的是 跟我们首先不讲吗 一枚飞在打进 他住在的地方 而且在凌晨两点钟 今天我们才知道 他住的地方 就等于是在伊朗 德黑兰的博爱特区 旁边就是总统府 旁边就是伊朗的宫殿 这个地方应该是 整个伊朗戒备最深厳的地方 可是居然他在凌晨两点被攻击了 被轰炸了 他被打死在这里面了 可是你到底是用F3术 你到底是用无人机 你到底是用什么飞行器 没有人知道 连你现在用什么飞弹 伊朗都没有答案 而且这几天的时候 以色列示范的叫 反我敌人虽远必诛 而且我要斩草出根 而且我现在在中东地区 经过这次的刺杀 这个哈尼亚的行动 告诉你 你能拿我怎么办 他为所欲为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哈尼亚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他这几天到德黑兰去参加 这个伊朗的新总统的就任 到人家的总统 这个德黑兰去参加 是伊朗应该首都市 严防最严密的这个地方 好 参加完了 幼稚典礼的时候 晚上回去他所住的地方 要休息的时候 决定想凌晨两点 一颗飞弹就击中他 所住的这个 叫做白宫的这个地方 就击中他 击中他之后 发现他就过世了 过世 而且你知道 这个飞弹击中的目的 就只有击中他所在的楼层 其实其他楼层 还住有其他人 但是我就是摆明 我要击中你 我只有要杀哈尼亚 其他人我不会赖尸 好 我就击中了 击中之后 保洁 你知道 这个哈尼亚过世 何等重要人物 我伊朗邀请来的人 只有你在我的家里面 被杀害 那目前为止 以色列没有说是他杀的 但是大家都这么说是以色列 只有以色列有这个能力啊 那以色列的 那他要说什么 反正我们第一点 我们就是杀就是 他没有说是或是不是 那这个导致什么 现在整个伊朗完全炸锅 伊朗的哈尼亚你说什么 我们要报仇 那包括这个伊朗 这个大使就说我们要报仇 那这个哈马斯也说 我们要报仇 甚至这几天了你知道 因为这个哈尼亚过世之后 那伊朗做了一件事 他们在他们圣城库尔士了 升起他们的这个 加卡尼的这个亲战士 升起之后 复仇红旗 他复仇红旗又升起来了 升起来就说 表示我们要 我们要报仇 那中东的情势又要紧张了吗 好 你说要报仇 就把以色列马上就说 不好意思 你要报仇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不只是杀害了这个哈尼亚 他今天最新公布 连你们这个哈马斯的二号人物 大夫呢 我们7月的时候 就已经把他干掉了 所以以前说 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地道里面 为什么一定要进行 大规模的轰炸 他重点就是 我要把大夫给逼出来 搞了半天 大夫也被杀了 所以这两天刚刚讲到 原来以色列不是只杀了哈尼亚 他把真主党的指挥官 库舒尔也给杀掉了 舒克尔杀掉了 哈尼亚杀掉了 大夫杀掉了 他原来这几天是杀杀杀杀杀杀 你看现在哈马斯的一号人物 哈尼亚已经过世了 在他们最重要的这个军事指挥官 大夫呢 就死在加萨走廊里面 而且你就也是 他躲过五次暗杀 他这次就被以色列断掉了 然后还有报告说 像这个真主党的指挥官 舒克尔也过世了 好 那你现在伊朗能怎么办 你能拿我怎么办 不能怎么办 你现在连我怎么杀他 你都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办 现在伊朗就一直在那边说 我们要报仇 升起红起 问题是你现在伊朗 到底能够做什么 来威证这个以色列 好 我们看到 今天哈尼亚被杀到的地方 什么时候讲 这个坐标已经出来了 我们今天寻求这个坐标 才发现 他根本就在 就是在德黑兰的宫殿群旁边 他也在他的总统府的旁边 这个地方根本就是 整个德黑兰的 这个所谓的博爱特区 既然你是这个新城要地 最重要的政经中心 一定是防备最森严的地方 可是现在恐怖的是 现在有人讲 他是F-35直接进去的 有人讲 他是所谓的MU-9的 无人进去 甚至有人讲 他是远程飞弹 搞了半天 经过一天一夜 伊朗的空房 连人家什么东西进来 人家怎么接近 人家怎么攻击 人家怎么杀戮 伊朗都不知道 这次的暗杀行动 是被对方如入无人之境 我什么时候来的 你不知道 我怎么来 你也不知道 我用什么武器攻击你 你现在也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我们讲 这真的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过程 像伊朗国土在这边 那德黑兰的城市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比较偏北 在尼海这附近 那以色列在这边 你怎么去攻击它 你光是要飞到德黑兰 都是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你要经过 刚刚讲 你要经过约旦 你要经过叙利亚 就要去伊拉克 你往北也要经过土耳其 甚至你进到了 你进到土耳其 这边还有一些周边的国家 对 没错 要不然你怎么走 你都可能被发现 结果你竟然都没有被发现 对 好那你看 你光是这个F35 假设是F35的飞机 你飞过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发现 我如路无人之惊 然后飞到这个地方来 保险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德黑兰 就算是你进入了伊朗的国境 你也是德黑兰 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 是这个所谓邪恶轴心的 首都所在地的位置 你飞进他首都的位置 结果没有人发现 没人发现 没人发现 还更夸张 保险那这个哈尼亚来 他们也不是 他们知道他是重要人物 给他出的房子是这个 他其实也是一个当地 非常坚固的 类似堡垒的这个房子 你说这个房子 非常坚固 非常坚固 你看他其实 类似堡垒的这个样子 而且他所在位置 他所在位置在这个地方 这边里面距离这个 这个萨阿德 这个奥鲍德公的 非常近 这是什么呢 这是伊朗总统住的地方 把我white house这些 这些都是这个重要的 有点认识像 我们的博爱特区这样 就在这个地方 他那个博爱特区 旁边的一个别墅 让他住在这个地方 结果他就被干掉了 结果人家伊朗 贝根他都不知道 伊朗真的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说 到底是F35 还是MQG 还是远程飞弹 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以色列没有说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夸张的这个操作 这也太夸张了吧 是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 为什么伊朗不敢讲话 保杰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个 哈尼亚来到这个伊朗 这件事情来说 真的没有人知道 而且他来的时候 他要住的位置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有人怀疑说什么 是伊朗里面可能有 非常多的内贼 提供了资讯给以色列 所以现在伊朗内部 现在开始要调查 到底为什么会 人家会这个 行踪会泄露出去 伊朗里面有内贼 不然你看哈尼亚 他在这个阿联酋 在那边住的时候 从来没事 为什么他进到这里面 来就死了 为什么进到伊朗里面 就过世了 所以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太不给伊朗面子了 所以这次摆明是 赛伊朗好几个脆胚 打到伊朗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一次真的是 完全就是给伊朗下马威 就看你该怎么办 当然现在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原来以色列制造的 所谓的长丁短层飞弹 它是攻击这个 这个哈尼亚最可能的这个飞弹 而且它是一个短层飞弹 现在甚至有人讲 根本就是以色列特工 埋伏在伊朗的境内 直接进行攻击 对目前为止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说法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 因为这次击中 这一栋建筑物里面来说 就是这附近的一个建筑物 就是一栋楼就直接进去 攻击目标非常的精准 而且杀伤面积非常的小 就直接把哈尼亚打掉了 那目前为止有几个可能性 就是第一个 F-35I飞过去 可能是这样子 F-35I飞过去之后 搭载目前为止有非常多武器 昨天我们不是讲说 有这个所谓 这可能是忍者第一飞弹吗 但目前为止看起来不是 就有人说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以色列的游荡 游荡的这个炸弹 或是这一款叫 GBU-39的这个SDB的这个飞弹 这飞弹是什么呢 这飞弹是短层的目标攻击武器 它可能可以搭载在F-35上面 发射出去之后 它可以非常精准地击中 这个目标 而且当初开发的目的 它可以放在F-35上面 对 当初开发的目的就是这样 你看它的构造前面 是用特殊的钢做成的 所以它可以击中 击入建筑物里面 然后击入建筑物里面 它可以穿越 对 穿越 你看它的设计就是这样 它可以击中建筑物里面 击中到建筑物里面的小目标 然后它的设计就是说 我不要造成大规模的伤害 所以现在人家就说 这个GBU-39 可能是最有可能 这次主导发动攻击的 这个就是GBU-39 对 所造成的杀戮 对 它面积非常的小 然后就非常精准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可能我们也都推测 这些事情都要等到以色列 或是有更多的情报 我们才能知道说 到底杀害 是什么手段 然后是怎样的武器 进行一个攻击的姿态 而且你说你去评估来一下 F-35进入的可能性最高 而且现在又验证了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进到了伊朗的境内 伊朗现在的武器 是完全挡不了F-35 对 没错 如果真的是F-35的话 又再次证明F-35真的相当厉害 那你知道 事实上全世界第一个人 用F-35当成是实战的攻击 也是以色列 以色列在2018年 他们就出动F-35去攻击叙利亚 这是我们人类史上 第一个F-35的作战的状况 另外还有什么 这次其实进去这个 这个如入无人之境也证明一点 这次所有的什么俄罗斯的 薩姆300 薩姆斯 保险 我跟你讲 你觉得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德黑兰附近 这些防空系统多严密 一定是非常 你看我们在台湾 台北 台北的话旁边有多少爱国者飞弹 一大堆在这边 就他就飞到这个地方来 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他有薩姆300 完全没有功能 当然有啊 你无伊朗你有空防啊 你有你的武器啊 就这次伊朗的飞机有没有飞起啊 没有 根本没有飞起啊 所以他的米格29 他的苏35 他的苏24 他的F-14 对 都没有动静 那你的雷达也完全找不到啊 所以证明了一点 这次证明了 苏4武器这次又完全被 这个所谓F-35人 打败了一个情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被杀 可是就不是哈尼亚被杀 不到24角之前 刚刚讲的 曾祖党的指挥官 苏库尔 也在 这在哪里 就在德黑莱 在这个所谓的黎巴嫩 在黎巴嫩 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 也是他最繁荣的地方 也是他这个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我照样轰炸 我发了三枚的飞弹 我照样把你苏库尔给炸掉 炸掉之后 他今天跟你讲说 没有 我还没有够 我连你连的 第二把手 那个独眼龙的大夫 我也把你给杀了 杀了以后 今天更夸张的是 哈尼亚的家族 哈尼亚的家族 根本就被灭门 因为哈尼亚的家族 到现在 已经有70个人 被以色列杀戮了 对 其实国际社会 给以色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你们这个对加塞的活动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结束 可是 以色列有在跟你科技吗 没有吧 没有跟你科技 我们先看一下 7月30 先杀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就是他 他是黎巴嫩 曾祖党指挥官 苏库尔 被他杀了 然后以色列在哪里杀他的呢 是在黎巴嫩的首都 也是在首都 我在贝鲁特 在人家首都 你就直接把他给炸了 用无人机发射了三枚飞弹 把他给苏库尔 给杀死了 然后呢 这四英文才出来之后呢 没多久 国际社会给他压力之后呢 7月30号凌晨2点 不到24小时哦 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杀掉了这个哈尼亚 所以等于说 他在24小时之内 把这两个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杀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才知道说 那哈尼亚 如果死掉的话 那二把手 大夫呢 那个独眼龙大夫 之前因为逃过了七十暗杀 几乎身上没有完好的一个地方 就没想到 原来在七月的时候 他被逼出地道以后 在这个南加萨 也被三枚飞弹 直接棒棒棒 给他给炸死了 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 今天才证实 大夫被杀了 对 所以他们是有系列的 一个一个去杀 那你说这些头头 包括哈尼亚 包括苏库尔 就是本来以色列的眼中钉 本来就是要狙杀你们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哈尼亚 过去来讲 从今年四月开始 棒棒棒 然后接上之前的状况 他的家族里面 竟然有七十个人 陆陆续续都被杀了 这七十个人有谁呢 有他的三个儿子 然后还有他的孙子 所以呢 他们要杀这个哈马斯 最高领导的哈尼亚 是一路杀杀杀杀 也就是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以前 哈尼亚的家族 已经有五十个人被杀 到了今年更可怕 到了今年四月十号的时候 哈尼亚这三个 就是他的儿子 三个的儿子 他的孙女 他的孙子 都开车在耐明林 听太旺偶的星期 搞不好 就这辆车子 就这辆车 就你看到车子 他的三个小孩 三个儿子 三个孙女 跟一名孙子 开着这个车子 在这个所谓的家炸走廊 一样一个无人机 发射着导弹其中 刚刚讲的 这些所有的人 他的三个儿子 也命上当场 所以当你发动 这个对以色列的攻击之后 哈尼亚就被锁定了 那锁定的并不是你 哈尼亚的人 一个人而已 是你的家族都被锁定 像这一个状况 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打击 他们在这个 他们在这个 往那名义的路上 这台车 对在加上 然后这台车 就被无人机给炸了 然后周边的人 其实没有太多的伤亡 就是要来锁定他 而车上的人 是他的儿子 跟他的孙子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以色列的情报单位 随时知道 你的家属在哪个地方 当你一出了地道 当你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迅速的诛杀他 好的 讲说你到了4月 你已经把人家三个儿子杀了 把人家三个孙女杀了 一个儿子也孙女士也杀了 够了吧 没有啊 到了6月34号的时候 哈尼亚又另外有个亲人 亲人他们居住在一个地方 照样被轰炸 这一次的轰炸 又造成了10个人的死亡 所以这样子 加加减减下来 哈尼亚的家族有70个人 对 从今年之前的50个人 然后再加上 今年又迅速的杀了20个人 所以哈尼亚的家族 总共就被杀了70个 这个就是以色列 要来对付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说是诸九族 对 刚才到了 现在哈马斯的 真正的地道的哈尼亚 居然去参加 伊朗总统的救治典礼 我就留在德黑兰 而且我是在你的经济要地 我是在你的博爱特区里面 这么神秘的地方 你居然被一枚飞弹 而且到现在为止 你人家怎么进来的 怎么接近的 这个情报怎么被泄露的 伊朗居然完全都不知道 那伊朗现在很生气 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想说你在我家 把我最亲爱的客人 给杀掉了 你就是为你的 这个所谓的报复 已经铺平了 这个所谓的道路 我要进行反击 而且我也把我的复仇之旗 给升起来了 现在怎样 伊朗会报复吗 伊朗如果报复 今天我们看到哈马斯 也把狠话说进说 他们一定会复仇 现在中东又会陷入 腥风血雨吗 这个伊朗想要报复 问题是伊朗有能力报复吗 没有吗 真的有能力吗 你自己想想看 每次升上好几次 这个红旗之后 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为什么呢 国力真的不行 他怎么可以跟以色列比 他还跟你以色列打仗吗 你不小心来讲的话 说不定以色列 就把你的政权端掉 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过往来讲的话 以色列进入到伊朗 好像如露无人之境 这次来讲的话 当然到了德黑兰 这个已经在首都的 这个在总统就职的 附近的这个地方 竟然还可以被端掉 但伊朗不是没面子吗 那你想想看 伊朗的防卫措施在哪里 伊朗的防空系统在哪里 没有 没看到嘛 就是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伊朗 目前来讲的话 还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你说以色列现在的力量 我要进到伊朗如露无人之地 而且你现在以伊朗的空防的能力 你的所谓的军队的能力 你完全不是对手 虽然你叫得这么大声 可是你最害怕打仗的就是伊朗 是啊 那你想想看 过往来讲 我们看到 何子教父 他在伊朗 在境内也被断掉了 然后苏兰曼尼 在这个革命卫队的 这个在伊拉克的境内 也被断掉了 这些都是谁干的 以色列干的 以色列干也有人说美国干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基本上你的能力是不够的 你怎么去反击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 今年4月的时候 因为伊朗 他驻尼亚大使馆 被以色列轰炸完之后 伊朗说要报复对不对 报复什么 丢了500多颗飞弹 跟这个所谓游轮机过去而已 结果完全 全部被挡住了 以色列完全不信你 他有铁球系统 他怎么把你挡住之后 结果你还什么 伊朗说够了够了 我这样子就可以够了 跟国际社会 他根本没有能力 可以去反击以色列 所以现在窘境在哪里 你知道吗 嘴巴讲得很大声 但是问题是 国家没有那个实力 来对抗他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他在中东的 这个整个地位来讲的话 特别是什么 他现在是真主党的老大哥 他是哈马斯的老大哥 他是胡塞组织的老大哥 但是现在 杨也要报仇 报仇在哪里 你现在报仇的结果是什么 你现在哈马斯所有人 全部被断掉了 照道理讲 你现在哈马斯 一个一个一个被炸掉 包括哈里亚 他的领导人 他的什么 亲朋好友 还有他的这个小孩 孙子被断掉的时候 你伊朗在哪里 你伊朗没有啊 你没有任何的反制措施啊 所以什么意思呢 你完全没有办法 对付以色列 所有的这些巨事系统 而且你说这个东西 残忍在国际现实里面 国际现实讲的就是力量 而且这个力量 刚刚讲的 以色列被这个哈马斯 突袭之后 他列了一个清单 列了一个清单之后 他不单是把这个清单 一个一个都给去掉 我现在已经把哈马 把你的领导人干掉了 我把你的大夫也干掉 我把你每个都干掉之后 我把你的猪九竹 我把你的这个 所谓的亲朋好友 把你儿子孙子都给断掉了 那根本就是一个灭门 对 为什么要灭门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哈尼亚 他本身来讲 就是当年尾巴冲突之后 他在难民营长大的 而在难民营长大的 这种小朋友一直长大 这么变成这个 哈马斯的领导人之后 他就在攻击这个以色列 你想想看 以色列怎么可能 让你的孙子 让你的儿子 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上 你长大之后 也不是要来报复吗 所以杀他三个儿子 杀他三个孙子是故意的 这个做法不是跟 以前中国的皇帝是一样的吗 猪九竹 这个为什么要猪九竹 就怕你去报复 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手段 你说残忍吗 但是他说真的 从长期以来 以发冲突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件事情 以色列他知道 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而你看去年10月7号 发生这个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美国是一直拉着以色列 说不要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你只要处理加杀就好 没想到以色列不是 以色列最近来讲 你看到他的领导人 纳塔亚乎 跑到这个美国国会演讲 演讲完之后 他见了拜登 又去见川普 讲完之后 回去之后 就开始干这件事情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这个情绪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也获得 美国的一些默认 默可来讲 还可以穿这件事情 川普也见过面了 跟贺锦丽也见过面了 代表民主共和两党 应该都知道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 伊朗出来讲话说 背后是不是美国提供了情资 或是怎样之类的 其实伊朗他在做一件事情 他想把美国拉下水 因为只要没把美国拉下水 用美国来压制住以色列 否则来讲 以色列不受控 以色列如果不受控的话 今天是有可能 把伊朗灭给国掉了 代表我们讲的 让普丁也非常的尴尬 我昨天前两天 我才派了邵义谷 到了伊朗 我说我权力支持力 你就整个往前抽 然后我就希望 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 在中东事件上面 创造一个战争 创造一个战争 让我在俄乌战场上 的压力可以停换 结果没有想到 我的伊斯坦达尔去了 我今天的萨姆400去了 我很多的防空的雷达也去了 结果伊朗的总统说 我不打了 伊朗难道吃素的吗 伊朗当然不会吃素的 他知道整个中东的战力 最厉害就是以色列 那你今天俄罗斯提供 给我的萨姆400 提供了伊斯坦德尔 等等这些东西 请问那你如果可以用的话 俄乌战场为什么打不赢 为什么在俄乌战场的时候 被海电被电爆了 所以基本上 今天你知道 伊朗的新总统 他告诉最高领袖哈米尼说 我们如果真的跟以色列打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 整个都会被摧毁掉 所以对未来我们的伊朗的经济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可能爬都爬不起来 那哈米尼当然没有讲话 他也没有否认 他也不会说反对 他也没有说赞成 因为他毕竟是宗教领袖 所以你说伊朗现在的经济状况 他现在的国力 根本不能应付一场战争 是 这真的没办法 你知道他跟美国之间的对峙 都是用那所谓的蜂巢战略 就像蜜蜂一样 你搞了那个巢穴之后 他叫蜜蜂乱飞乱飞 但是这是骚扰战的概念 就像台语讲的 超美人的 对 那你如果说他打一场 真正大规模战争 伊朗现在不行了 而且重点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在海外 所有过往赚的油钱 全部都被美国冻结 所以他在南海 在日本 在很多国家 欧洲 瑞士 没钱了 所有的钱都冻结在海外 所以他没有钱买武器 你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 你送过来的话难道不是跟伊朗要一些钱吗 也会要钱的 所以伊朗根本没有办法打这场战争 但是以色列很想打 所以以色列要找谁教训呢 当然找珍珠党 你看这几天 其实大家认为说 以色列跟尼巴勒之间的战争 但事实上 以色列早就派很多飞机飞到 或是无人机飞到珍珠党那边 就把他的什么 比如说空军的相关的设施 就把它炸毁掉 还有他炮弹储存的地方 也珍珠党的8月9日 把它全部炸毁掉 所以现在来讲 这个珍珠党也公布了 他们将近最近来讲的话 又死了10个人了 然后总共已经达到450个人就死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所以以色列他不会手软 他真的要打就是要打 问题是你伊朗现在来讲的话 看到了美国摆政摆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也不敢动手了 天啊 然后这个一个一个也被干掉了 这个就是死亡名单 这个死亡名单就是说 你只要是恐怖分子 你要是惹上以色列的 你必死无疑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来讲的话 以色列战力越打越胜 因为他一个一个要断掉 除了断掉哈马斯的这些团体之外 珍珠党是下一个目标 而伊朗呢 现在只能躲在后面看 这作为老大哥他真的不敢动 他一动的话 说不定他整个政权都被灭亡 而且应该讲的 珍珠党之前是非常的凶悍 他其实也有他强大的部队 可是他现在怕了 而且珍珠党的领袖 我讲的最好笑 他说我现在我要让以色列等待 让以色列等待 也是对以色列的惩罚 这是以伊朗 伊朗对西方媒体讲的 而且他们跟你讲说 今天来讲的话 以色列想打对不对 那我就是我也要打他 但是我要让他等待我 什么时候动手 让他等待的话 他会心急 他会很烦躁 这种也是对他是一种屈辱 对他一种威恶 这事实上来讲 代表什么意思 他根本不敢打 所以事实上伊朗现在目前的国力 真的没办法打一场大规模战争 现在这个中东的情势 紧张的照理讲应该是以色列 紧张的应该是伊朗 紧张应该是叙利亚 甚至紧张的应该是里巴顿 可是你说大军压阵 却是美俄两大国 美俄两大国都已经把他的神兵力气 送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更可怕的是 我们看到以色列 以色列的话讲得越来越凶 这不是讲吗 他在这个 我已经杀害了哈马斯的第一号领导人 那现在新的领导人 新瓦已经上来了 已经确定他是接班人 可是我会觉得 他居然送以色列 说他必死无疑 而且中东局势还在往上升高之中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几个大国家 包括说美国跟俄罗斯 甚至连以色列 他们都希望能够打一场战 为什么能打一场战的话 都可以有助于消弭他们自己 国内的这个压力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 美国目前为止大军压境 林肯号啦 罗斯福号啦 然后包括说黄蜂号都来了 F-22都来了 为什么 保洁那要打仗了 你说来了两个韩国武器 对 那打仗为什么要打仗 美国总统大选会要到 每一次只要总统大选前战争 都是有利于执政党的 所以你说美国想打 当然美国想打 拜登想打 你看这几年 他这几年怎么捧吓警力 他就是要打 打了之后对他的选情会有利 难怪说 你现在马上就进到战情室 马上就把战情室的照片 给过不出来 而且在战情室照片里面 贺锦丽就在那个 最显慕的西位的位置 对好 所以美国呢 他是可以打的 另外俄罗斯呢 普丁当然想打 你看 除了这个 这个烧一鼓去了之后 今天有一辆飞机呢 从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出发之后 抵达了德黑兰 这叫E-176 保洁他运什么 他运了飞弹 还有防空雷达 准备要到伊朗来 你说要爱 我妈想给你 造一股前天才跑到伊朗 跟他讲 所以我不会全力的支持 你会给你雷达 会给你防空武器 话刚讲完的人 还才刚走 对 E-176就来了 所以普丁要不要打 要打 他很希望赶快打 那除了美国跟俄罗斯的态度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态度 以色列说 你怎么进逼成这个样子 问题是 他们今天看到 哈马斯选出的新领导人 新瓦尔之后 他们只有一句话 我一定要把新瓦尔 从地球上抹去 所以这没有得谈 为什么 新瓦尔是谁 新瓦尔其实也代表了 这个哈马斯的态度 新瓦尔就是去年 发动所谓袭击的 阿克萨行动 洪水行动 最重要指导的就是他们 你说突袭以色列 他才是真正策划的人 所以那他现在变成领导人 你觉得以色列 有可能会放过他 不可能 以色列只是会屠杀到底 哪位以色列军方角 他必死无疑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有零星炮火展开了 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 主要是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 跟这个以色列在作战 目前为止你看 北部正在以色列北方的时候 已经有非常多无人机 打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境内 而且造成非常多人受伤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他们以色列北部的 这个一些城市来说 都有非常多真主党人士 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个攻击 而且以色列 真主党也想打 对 那以色列为什么想打 因为真主党这一次 他们二号人物死了 过失了 所以在二号人物过失的时候 真主党刚好在这几天 办一个活动 除了那个调恋 这个二号人物之外 还包括这个哈尼亚 他们要调恋的 而且他们头号的这个投资 还在那边讲话 讲话说 这样以色列做什么事吗 以色列他就故意 开了一台飞 这个F-35的飞机 低空的过来之后 给你音爆 这样爆爆爆爆 这样子 吓你 对没错 你在那边演讲 他都知道你们在哪里开会 他就故意低空的这样飞 而且音爆爆爆爆爆爆爆 这样飞过去 故意就是要干扰你 他让你说你在演讲说 我以色列的飞机 就在上空飞 所以也是跟你呛声 我故意超音速 故意产生音爆 故意吓你 对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真主党 他也是知道 你这个我在开会的时候 你都在上面这样 所以他们态度 当然不是 一定是越来越紧张 另外一个就是 以色列官方还宣布说 我们目前干掉一个 在当地的一个指挥官 叫贾瓦德 他之前为止 也是主导一个真主党 对以色列的攻击案 所以现在以色列 根本没有在跟你手软 他继续在对 这个所谓真主党 进行一个围裂的这个状态 之前怎么发生在加萨 现在就会发生在这个 这个真主党 而且我还要继续对加萨攻击 因为你现在领导人 是新瓦尔 我绝对会屠杀到底 因为新瓦尔 所以你就是邪恶组织 如果是邪恶组织 你就应该被这个地球上抹去 而且去年的这个 阿克萨的这个洪水行动 以色列死的 一千一百多人 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恐怖攻击 你觉得以色列会放过他们吗 不会放过 不可能 还有真主党也不会放过 所以现在以色列绝对会 往前打到死为止 而且是 你特别提供我们这张图来讲 这个就更可怕 现在美国真的已经大军压阵了 昨天没讲的 一个航空母舰 没有 它现在是两个航空母舰 两个航空母舰之外 刚刚讲的 它的这个所谓的 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 包括它的这个神队舰 都已经进到这个地方来 甚至 连F-22都来了 对 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一张 在中东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战情的分布 你就知道说 美国到底是多么在意这场战争 而且拜登目前为止 只能够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赢 而且要轻松的赢 没有任何的意外之后 他对他的选情 就非常大的注意 好那你看 有必要这样吗 第一个 在附近来说的话 在中东附近来说 有两个航空母舰群 一个是罗斯福号 一个是林肯浩的航空母舰群 我们都说 一个航空母舰群可以毁一个国家 目前有两个航空母舰群 在这个地方 另外在这个地中海 这个地方 他还有 黄丰号的两栖作战队 在这个地方 两栖作战舰来说 保洁他有配备F-35在上面 那配备F-35在上面来说 美国也调了非常多 包括说 迪康德罗加级的 还有伯克级的 全部都在这边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 如果万一真的 这个伊朗有发射飞弹的时候 我可以拦截你 虽然有驱逐舰在这边 然后有两栖攻击舰 然后航空母舰群在这边 那你知道除了这个之后 还有什么动作吗 他现在把所有的船只 往这个包说 像波斯湾 然后往红海去 他等于是越靠近战场 这个位置 所以等于是 把这附近的海域 团团围住 那你想说 只有团团围住海域 没有 他空中也是一样 他目前为止 从这个航空母舰群上面来说 有非常多的FA-18的大黄蜂 还有这个E2D的鹰眼 他目前为止 已经飞离了这个航空母舰群 进到中东战场 但是他进到哪个基地 他没有跟你讲 那这个FA-18的这个大黄蜂 是可以轟炸的 那包括说E2D的这个地方做侦查 另外美国还掉了什么 除了原本有F-35之外 还有一个F-22的战斗机冬队 从阿拉斯加已经来到 未来几天也准备要进驻 在一个基地里面 F-22是美国的护国神器 他现在都派过了 就知道美国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最重要的 你在这个所谓的航母上面 两栖登陆 两栖攻击线上面 都已经有F-35 F-35已经是引擎战机了 已经是让整个中东 没有办法抵挡了 你竟然还派了F-22来 所以你只要看这个布置 你就知道说 美国这场战争来说 其实还没有打 就大概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是美国要 确保万无一失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美国还掉了 一万名美军 对 部署在这里 没错 除了他的远征部队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军人 都已经抵达这个位置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最让人家侧目的是F-22 抱歉 F-22来 我们就说一架造价非常贵 而且飞行一次的时候 都要花非常多钱 你光是回去 涂料 或者说这个燃料 都要花很多钱 但是美国这次 一口气掉了一个中队 一个中队就是十几架的飞机 飞到这个地方 你要花多少钱 所以你知道美国 你知道美国目前为止来说 F-22它真的 实战经验只有一次 抱歉 实战经验什么时候 是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猛禽的时候 第二次出任务 他去轰炸 叙利亚边境的 这个伊斯兰国的据点 ISIS 他其实只有 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或许有出战 但是我们不知道 没人知道 对 那他上一次在市场 这个去年的时候 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 在这个 几乎在太空 跟这个地球边缘 击落他 就是他 所以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 他派了F-22来 你有F-22 还有F-35 然后还有这个 那么多的神盾舰 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团团围住 我觉得这个 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承受美国 这样的这个 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的话 能够承受得住 美国的武器 你说不但是美国动起来 俄罗斯也动起来 那俄罗斯动起来以后 就看到这个飞行 从莫斯科 从莫斯科起飞 一路的来到了德黑兰 刚才讲了 这个1276 降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发现 原来我们知道 俄罗斯有非常强的 一个远程飞弹 伊斯坎达尔 现在我在俄罗斯 我都已经缺飞弹了 我竟然还送到这个地方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前几天的 他们的这个国安顾问 到伊朗去访问之后 你看警戒下来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昨晚有一架飞机 从莫斯科起飞之后 抵达德黑兰 那这是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 所谓航空器 那俄罗斯的这个运输舰 一出现伊尔76 你看人家就 抛入这个照片 宝贱这个就是照片 落地之后的照片 这是什么 就是飞弹 那飞弹是什么 宝贱那飞弹 这是里面的照片 对 里面的飞弹 那飞弹是什么 人家就说是 伊斯坎达尔K的这个系列 那为什么要送 这个伊斯坎达尔K的这个系列 因为你知道 从伊朗假设 我真的要发飞弹 攻击以色列的话 要1000多公里 但是呢 目前为止 伊朗有了伊斯坎达尔 只能够攻500公里 所以这次传言说 他送给他伊斯坎达尔K呢 是有1500公里 是直接从伊朗 攻击以色列本土 对 所以这也是美国最担心 为什么他要神盾舰来 为什么他F-22 为什么他要F-35来 其实就是他要防止 俄罗斯给他这个武器 就俄罗斯真的给了 而且俄罗斯还不是只有给他 这个伊斯坎达尔的这个导弹 他还给他一个 所谓电子作战系统 电子作战系统来说 可以增强这个所谓 作战的这个目标 所以事实上 俄罗斯也给这个 我们就讲嘛 如果你真的要去贬人家 他现在给你枪啊 枪的话你现在可以去开枪 所以现在就看 伊朗到底敢不敢开那一枪 而且美国居然连他最神秘 我们知道这次才知道 他在以色列有一个 非常神秘的512基地 这个512基地 你刚刚讲为什么要开启 就是因为 他完全可以侦测来犯的 这个所谓 他原理叫我们的这个所谓 扑打雷达 完全侦测来犯的飞弹 对 没错 事实上这次 因为这次中东危机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美国才历路说 我们有一个基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在以色列境内 现在是西奈半岛这个地方 西奈半岛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512基地 那这个基地来说 你看有人就PO出了这个文章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有点像是 这个澳洲的这个橡树基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是在一个 这个沙漠中间的这个地带 那目前为止来说 它有非常 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这样的政策设备 甚至有人说 这次的F22 搞不好就要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做一个停考 那你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来说 这个等于是可以控制 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 所以你知道 美国现在这一次呢 不只是航空母舰群来了 那甚至连这个神秘的基地 也让你知道 务必就在这一场战争里面 他绝对要万无一失 我们现在在中东的警示里面 美俄双方都大军压阵 美俄双方都大军压阵 你干嘛 我要控制这个情势 但你说这关键的人物 还是纳特亚胡 因为今天 华盛顿邮报就已经报道 一篇说原来 他在刺杀哈尼亚的时候 没有跟美国讲 他等于说是杀完了以后 才跟美国说 这代表纳特亚胡 就是要把情势杀高 升高 我明明知道 我杀了你在哈尼亚的时候 你会有报复 你这个地方会有冲突 可是他非干不可 代表现在 以色列真的是杀红眼了 而且杀红眼了 可怕之说 我不但把哈尼亚杀了 接下来辛瓦 被认为哈马斯的 新任领导人之后 他说 现在的辛瓦 也是必死无疑 所以纳特亚胡 把这个情势升高之后 以色列必须走下去 就算有新的哈马斯领导人 也会迅速消灭 这就是以色列目前的打算 上个礼拜二 这完全没得谈吗 完全没得谈 美国事前根本不知道 这个纳特亚胡 他们摩萨 因为纳特亚胡是直接管理摩萨德 摩萨德听命纳特亚胡 当摩萨德确认 这个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时候 纳特亚胡直接下令 干掉他 把他杀了之后呢 新闻出来了 那美国也是后来才知道 因为当时以色列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以色列在隔天的晚上 才通知美国说 是我们干的 在私下跟美国承认 美国很火大 气得要命 他认为说 我们快大选了 那希望你们跟哈马斯 好好的谈 你们不是要把人质 全部归还 释放给你 那就把这个以哈冲突 这个加萨走上战争结束了 但纳特亚胡不这么看 他想闹大 我还没消灭哈马斯 我还没杀光他们所有领导人 你叫我现在这个时候收手 我会来好好地去处理 不会影响到你们 当时拜登在打电话 给纳特亚胡的时候 就在里面直接呛他 你傻胡我了 你现在看到关系 多生气 紧张冲突到这种程度 而且你想说 纳特亚胡心中最想杀的 就是现在哈马斯 新任的领导人 新瓦 而他特别说 你既然找了一个恐怖分子 当你的领导人 那你现在哈马斯 就是一个邪恶组织 如果你是个邪恶组织 你就应该被从地表上抹走了 是的 新瓦才是以色列和纳坦亚胡 真正想要除掉的人 所以你看到新瓦 一被任命为哈马斯 继任这个哈尼亚的新的领导人之后 以色列就说 我要把这个哈马斯 从地球上抹去 我要把他这个迅速地消灭 新瓦 他逃过以色列七次的暗杀 没有一次成功 不管是在地底下的地道内 或者是在哪里 什么地方 或者是在甘导游斯 新瓦有甘导游斯的屠夫之称 他也是一手策划 去年十月七号的这样的一个 突袭以色列行动的主要的负责 大家都说哈尼亚 哈尼亚只是同意这个行动 策划是新瓦在负责 所以新瓦立地场更强硬 在纳坦亚胡跟以色列人眼中 我就是要把这个新瓦干掉不可 而且要迅速 你们注意到他们的官员用 迅速消灭这两个字 前面就要很快地干掉他 好 其实这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想法 而且现在解密的资料是说 原来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哈尼亚 他进到了伊朗之前 这个资讯就已经被以色列掌握了 以色列掌握以后 他居然用AI高科技 居然放了一个AI高科技的一个炸弹 放在这里面 然后在外面引爆 有各种暗杀的方式 我们一开始讲说 有在上礼拜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三枚忍者飞弹 然后后来又讲说 是有两枚飞弹 从境外射到了这个伊朗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传出来 其实摩萨德用的是最简易的方式 但是也是最突袭 还有最渗透到伊朗内部 就是派出他们的摩萨德的特工人员 在伊朗德黑兰里面 早就渗透在里面 然后他们得知说 当时哈尼亚要下塔的德黑兰 伊朗提供了他们的这个 下塔的这个地方 这个他们建筑物的外观 然后呢 就在这个他们还没有完全 布防之前 那摩萨德的情报做的之深入啊 他们一方面知道那个建筑物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要确定几楼 楼层房间 然后在里面事先安排 部署好了这个AI 他的这个遥控的炸弹 那确认安排好之后呢 还要看着目标 也就是哈尼亚进去住了这个地方 在几楼几号房的这个大概位置 然后再跟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雅吴回报 纳坦雅吴确认说目标在里面 杀了他 然后再用AI遥控的方式 把这个炸弹引爆 整栋楼毁了大半 然后当然也把这个哈尼亚给杀掉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以色列势在必行 而摩萨德 他情报这么厉害 深入到德黑兰里面 也可以见到德黑兰 他的情报跟反恐的系统 是多么漏了一个大洞 而且今天还公布了一个数字 也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 现在以色列不是现在跟真主党打得很凶吗 打得很凶 他这段时间居然已经刺杀了 400多个真主党的分子了 没错 那真主党的这个领导人 其实在不久前 也在发表了这个电视演说 要号召全部的这个黎巴嫩的 真主党的这个党员 立抗这个以色列 为什么 因为跟以色列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看这些所有的这个大头照 这样堆起来的 这样一个照片 这个是被以色列摩萨德 还有以色列军方 他们所刺杀的 400个真主党的领导干部 还不是一番真主党的分子 不是当过他的部队指挥官 就是重要的核心成员 全部都是真主党的这个名单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他就说 我们每一天都在提高 我们的战备状态 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 那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领导人就说 我们一定要强力回应 必须要报仇为止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派战斗机 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 用三次在尼巴嫩的这个首都 贝鲁特上班 用音爆的方式 然后就是要恐吓他们 要吓他们 而贝鲁特这边 这个真主党 他也回击 不断的去巴射火箭弹 去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北部 所以双方你来我往 现在呢 真主党据说 有一个攻击以色列方式 要怎么消耗他 以色列最有名的是什么 铁穹防空系统对不对 那真主党就好像没关系啊 反正伊朗给我很多见证者 136的无人机 还有很多一般土把链钢的 那种克丘砂的火箭弹 那精准度都不高 没有关系 我用来消耗你以色列的 空防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 消耗了差不多之后 我在跟伊朗联手 伊朗发射一些 中程跟短程的这个飞弹 我也是发射一些 短程中程的这个 这个弹道飞弹 去攻击你以色列 然后打他的一个 这个主要的 高价值的军事目标 消耗你 对消耗你 铁穹系统之后呢 我再去用其他的弹道飞弹 然后导弹 去攻击你以色列 这次他们的规模 势必喊出来说 他们要比上一次4月份 伊朗所攻击以色列来得更大 上一次用185架无人机 300枚火箭弹和飞弹左右 这次他们认为说要更多 而且要先消耗你铁穹 再来攻击打你以色列 重要的要害 好 订阅 现在中东情勢紧张 真的刚刚像世忠所说的 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状况 他需要一场战争 他需要一个胜利 俄罗斯也需要一场战争 来转移俄乌的 这个所谓的焦点 转移俄罗斯的 俄乌的这个压力 另外 曾祖党我跟你是四仇 我也必须要有口气要土 以色列更不用讲了 他去刺杀这个哈米亚的 这个过程 摆明我就是要事态升高 大家都想打仗 唯一不想打仗的只有伊朗 对 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很想打仗的 应该是纳塔亚胡 就是以色列 而纳塔亚胡竟然可以 把两大国整个脱下水 你知道吗 你记不记得 7月24号的时候 纳塔亚胡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说外面不是一段时间在抗议吗 然后他就说 其实我纳塔亚胡 我以色列在对抗伊朗 就是等于帮你们美国在对抗伊朗 这件事情爆发 然后后来发生暗杀事件 暗杀事件发生之后 接下来纳塔亚胡要什么 整个美国来协助我 美国整个 本来拜登不是对他爆出口吗 结果后来来讲 现在拜登跟川普两个都 站在纳塔亚胡同一个阵线 你看大军压阵 整个中东地区 全部都是美国的大军 不免什么东西 真的就是发生 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他是希望能够用什么 美国去压制伊朗 但是你现在发生这件事情 俄罗斯跑进来 所以俄罗斯跑进来之后 整个事态会 整个是失控 所以我看起来就讲 这感觉好像只是 以色列跟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不是 这场整个是美俄之间的 一个带领人战争 所以这个就是 典型的一个带领人战争的 一个状况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俄罗斯也要趁这个机会 扳回一城 也是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战争这个地方来讲 压力很大 现在不是也传出说 乌克兰的军队 已经长驱直路 跑进去俄罗斯境内 然后把俄罗斯的军人抓走吗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这个在俄罗斯面子也摆不住 我今天把整个战火引到 整个不同的地方去来讲的话 那不就远然只差什么 只差印太地区而已 不然就形成一个世界大战了 不是吗 现在来讲的话 这种局面非常非常紧张的原因是 只要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国家 他发动了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大规模攻击来讲的话 引起另外一个一方暴富 那这个战争就打定了 他一定会打吗 一定会打 因为现在这风雨前的宁静吗 风雨前的宁静 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都认为说 以色列跟尼巴仁之间 可能会发生冲突 但是不要忘了 今天后面来讲 伊朗有俄罗斯在造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 如果发挥 这个功能失效的情况下 那俄罗斯所提供的 这种中程导弹飞弹 一死砍达二 会不会因此长驱直路 就打造以色列 那美国势必要反应 那美国要反应的时候 其他门国 北越国家 整个也都必须要反应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 但是问题是说 谁能够解决这事情 看起来没有人可以解决 没人可以解决 因为你知道 等一下 你说俄罗斯把这个 伊斯坎达尔拿进来 就是非常不怀好意 我非但都给你了 我就看你一郎敢打 还是不敢打 照道理讲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应该乖乖的 坐在联合国安理会 好好谈这件事情 没有 现在感觉什么 双方都在拉高 这个紧张情绪 这个拉高紧张情绪 就是代表说 双方都想打仗 但是双方都打仗 只是说 大家想要去动那第一枪的时候 或动那第一个飞弹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压力全部都回到这里来 那你知道纳塔亚胡 刚刚提到纳塔亚胡 他本身有自己的压力 他6月的时候 他的战时那个 一堆人退出 他本身来讲 政权也不稳 所以我今天跑到美国去 我其实 我认为纳塔亚胡 早就跟美国讲了 我会动手 但是问题是说 动手之后 你美国怎么跟我来配合 这时候美国 也要给你打声招呼 所以 华正对邮报那篇文章是美国装不知道 是美国当然装不知道 美国早就情报系统知道 纳塔亚胡他动手了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纳塔亚胡的个性 以及纳塔亚胡派 这个情报人员 已经进入到德黑兰 去干掉这些 这个哈马斯的所有人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伊朗 他怎么回忆这件事情 就非常重要 现在伊朗的前副总统 就跳出来讲说 这是纳塔亚胡给美国挖的坑 让美国也跳进来 现在大家都互相指责来 指责去 那你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就变成说 你说伊朗普总统脑袋 现在很清楚 他说这个东西不要碰 因为这个是 纳塔亚胡挖的坑 要我们伊朗跳下去 是啊 但是现在大家都什么 面子挂不住啊 面子挂不住啊 伊朗你说 在德黑兰 结果我的客人被干掉 然后我完全没有任何行动 我这些其他的中东小老弟 怎么办呢 然后现在美国又大军压阵 美国大军压阵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就跳进来 告诉伊朗说 你给我到前面拼 结果你如果伊朗全部 临阵脱逃的话 那俄罗斯以后 怎么跟伊朗交朋友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整个局势 就有不可预期的 而且会不断的一直在跌高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安全困境的概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